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态图标50个项目完整呈现 大家喜不喜欢那一个影片呢 这么精准的表演 相信他们一定准备非常久 像我们演舞台剧啊 都已经要彩排很多次 搭配灯光 搭配音响等等的 而东京奥运又是一个 这么盛大的体育赛事 所以相信这些表演人员 一定压力更加的大 好 那今天要进入 我们节目的主题啦 就是要说故事 配合东京奥运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 跟奥运相关的故事好了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由来 由达林姐姐搜集改编 很久很久以前 在希腊的南部 有一座非常漂亮的 波罗奔尼萨半岛 在这里 有一个神奇的山谷 有一个地方叫做奥林匹亚 这个地方非常优美 美得不像人间 于是 单纯的古希腊人 认为这里就是 众神明居住的地方 人民就在这里 盖了许多神殿 还给这块土地 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 阿尔菲斯神域 也叫做 圣地奥林匹亚 古希腊共和国 伊丽丝国王 他希望给自己的女儿 挑选一个文物双全的女婿 于是 这位伊丽丝国王 就提出 每一位竞选者 都要跟自己比赛战车 国王认为 想要当自己的女婿的人 一定要比自己更加的勇敢 才能保护女儿 在比赛当中 总共有13位青年 丧命于国王的长矛之下 其中 唯一为赢国王的 就是宙斯的孙子 也就是公主的心上人 佩洛普斯 他不但勇敢地 接受了国王的挑战 还用智慧 赢得了这场战争 为了庆贺这一个胜利 佩洛普斯和公主 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庙前面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礼上 他们安排了战车 还有很多其他的比赛 这就是最初古奥的运动会 国王的女婿 佩洛普斯 就成了古奥运动会 传说中的创始人 实际上 奥运会的起源 跟古希腊共和国的社会情况 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当时各个城邦各自为政 没有统一的君主 所以城邦之间常常会有战争 为了要应付战争 每个城邦都积极地训练士兵 这样国家才有足够的士兵作战 斯巴达城邦的小朋友 从七岁开始就要由国家抚养 他们要从事体育 还有军事的训练 过着军事生活 战争需要士兵 士兵需要强健的身体 而体育 就是培养能够上战场的 战兵最有力的手段 战争促进了 希腊共和国体育运动的开始 古奥运的比赛项目 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 不过一直战争你们喜欢吗 当然不喜欢 所以人民们都感到非常的厌恶 人民很希望可以有和平的生活环境 后来斯巴达国王 还有伊利斯国王就签订了 神圣修战阅的条约 于是为准备兵员的军事训练 还有体育竞技 就变成了和平还有友谊的运动会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奥运 现代奥运看到的五环标志 其实和古希腊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在20世纪后 由现代奥林匹克发起人所设计的 它象征运动员的平等竞争 这五个圈圈代表五种不同的运动 包含跨栏 铁柄 标枪 跳高 还有跳远 也代表欧洲 亚洲 非洲 澳洲 还有美洲 五个圈圈接在一起 象征五大洲的团结 强调所有的参赛运动员 都应该要公正坦诚的 拥有运动家精神 在比赛场上相见 古代奥运会的起源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传说故事 有文字记载的是在西元前776年 但是其实在更早之前 就有存在运动圣会 由于古希腊是一个神话王国 自然也为奥运的起源 添增了很多神秘色彩 如果你对奥运的神话故事 特别有兴趣 可以上网去找找其他的故事 最主要的起源故事 除了刚刚达林姐姐说的那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是跟宙斯的儿子 赫拉克勒斯有关 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神 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力神 他在伊丽丝城邦 完成了人类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他不到半天的功夫 就把国王堆满牛粪的牛棚 清理干净 但是国王却没有遵守诺言 赠送他300头牛 于是赫拉克勒斯一气之下 就把国王赶走 为了庆祝胜利 他在奥林匹亚举行了运动会 这是另外一个奥林匹亚运动会的由来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故事呢 不过至今奥运会还这么的盛行 其实最主要的是跟奥林匹克要传达的精神有关系 奥林匹克运动有一句著名的格言 更快 更高 更强 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 但其中的含义却非常丰富 他指在竞技场上 面对强劲的对手 也要发扬无畏的精神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也是指对自己永远不要满足 不断地战胜自己 向新的极限冲击 这句格言鼓励着我们在生活各方面 都要不断地超越自己 不断地更新 永远保持勃勃的朝气 比赛的结果输赢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过程当中 我们获得了什么 学习到些什么 我想这就是奥运会带给我们最棒的启示 今天的奥运神话故事小朋友喜欢吗 听完这个神话故事 有没有觉得对奥运有更深的了解呢 每四年会举行一次的奥运 地点也都不一样 最近的新闻 203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的地点已经决定咯 就在澳洲的布里斯本 是你在多11岁以后的事情呢 希望那个时候 达林姐姐说故事的podcast还在 可以继续陪伴着小朋友哦 祝你们今天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的选手加油吧 晚安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达林姐姐最近也有新的运动影片 在网路上 你可以在家里跟着我一起做运动 从足球开始认识 接下来会认识很多很多奥运里面的体育项目哦 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进去 跟着我一起居家运动 如果你的好朋友也想要听听奥运的神话故事 记得把这一集分享给他 还要帮我们按五颗星哦 宙斯的孙子 这就是最初 现在奥运看到的五环标志 标志 8 9 10